志偉 在媽媽會看八點檔嗎 他最會看 現在八點檔也有兩台 現在連那個台式嘛 我八點檔 有有 我媽就 她的情節嗎 其實我媽還好啦 可是我媽的個性 就是她比較敏感 就是說她比較敏感 就是有時候有些東西 她會往心裡去 但是其實經過訓練之後 我覺得我媽也成長很多 那有一次我覺得 你會怕媽媽的眼淚嗎 當然會啊 哪個兒子不怕媽媽的眼淚 你覺得媽媽的眼淚是五四刀嗎 人家說鱷魚的眼淚嘛 所以媽媽的眼淚其實 其實沒有啦 應該說老婆的眼淚 我也很怕 我是沒有女兒 哪一個你怕 可能老婆怕多一點 對 那因為我覺得 我永遠記得一件事情是 那個我在賣掉 我綜合房子的時候 我媽就演了一場 也不要說演啦 她是真心流露啦 對 但是我就跟我媽說 你也不要這樣 要哭大家一起哭 因為你沒有跟她說嘛 對嗎 我跟她說 我跟她說 媽媽我以前在賣掉 因為我有買別的房子 我覺得我周轉不太過來 我本來要跟她借錢 我說你借我兩百萬 然後我處理好房子 我再還給你這樣 那我媽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就跟你講 叫你不要買房子 你現在這樣投資 我媽就有點猶豫啦 那就說我想想看啦這樣 那後來是我岳母借我這個錢 岳母就說沒關係啊 我借你 她也沒有跟我說要算有利息 可是我按照郵局的利息 付給我岳母這樣 而且我是在過年的時候 按照郵局的利息 要講這麼大聲喔 比較便宜啦 郵局的利息 因為我岳母的錢都存在郵局 因為你跟她講銀行的 哪個銀行比較高的這種 她不清楚 你跟她講郵局 那你就聽我了 是 我都選在過年的時候 因為我岳母覺得是 女婿要報房子 那一般郵局 就要用地下錢賺的利息 發生利 報房子 對 那等於就是說 後來就是 因為我要處理掉 要不然我覺得我槓桿 弄不過 我就跟我媽說 媽 我要把綜合的房子賣掉 因為那個房子是 當時我退伍一兩年之後 我媽有贊助我頭期款 是 就是贊助我一百萬 然後來買這個房子 但是我也有丟錢 我媽一百我一百嘛 那剩下一百多萬 我就是 她給你搗貼 她就想說 我高雄的房子要給誰 我姐也有一間 那我也有一個嘛 她就很公平這樣 那我就說 我要賣掉這個房子 我媽說 是啦 這房子是你的名字 貸款也都你在繳 因為我也一直有 給我媽孝親費 我最高孝親費 我剛工作的時候 我一個月是給我媽兩萬塊 那我自己只有留一萬多塊而已 我給她兩萬塊 多到我結婚變一萬五 生小孩變一萬 到現在 那當然你要把錢變少的時候 媽媽內心就會有一些 她會覺得心情 心水是可以淨加而已 不可以淨加 對啊 媽媽就會覺得說 這樣喔 我減五千喔 我說媽我現在有結婚 我結婚我有 她要淨加 對 我媽媽說 好啦 變成要變一萬的時候 還減五千 我就生小孩 這兩個小孩 我媽就說 好啦 你生四個就沒辦法了 沒有啦 因為我們這個月薪變少了 三節獎金就要增加 對 媽媽就比較平衡一點 對 開玩笑的啦 我媽其實是在 對子女她是 算很好 很好啦 她是覺得 你有給我就拿嘛 對 你沒有給我也不會怎麼樣 好 那就是我要賣這個房子呢 我媽就 本來是說OK啦 你自己去處理啦 但是她就 在她的眼裡 你就是小孩 但是那時候 我已經四十歲啦 三十八歲啦 賣掉十二年 在她的眼裡就是小孩 我媽說 你怎麼處理 你也要去幫忙 那種這個要給她多少 你不能帶給她 但是我 反正我媽呢 到第二天就跟我說 媽媽跟你講 媽媽後天上來 我幫你處理這樣子 我說媽你不用起來 我自己處理就好 我媽說沒關係沒關係 你等我你等我 結果你知道嗎 因為平常說 我記得 永遠記得 我那時候已經簽好合約了 然後那個 那個這個房仲跟我講說 狄先生 我告訴你這坪數太大 你這個四十幾坪 你要賣到你理想的價格不容易 我跟你講 你要不要一個底價 我覺得一千一百萬的底價 那你給我一天 我幫你賣掉 賣不掉 我就不會再吵你了 我想說好 我看你的本事嘛 對不對 因為我媽明天要上來 我說好 那今天禮拜天嘛 她說你什麼時候可以讓我帶看 我就說你要多少時間 你可以給我半天嗎 我說半天 夠嗎 她說夠了 我說好 結果就一點到五點 你知道我坐在我的房子裡面 好恐怖喔 好像人家來參觀 一直看 對 一票人一直來 一直來 然後那天晚上就跟我說 有人下斡旋了 一千一他 就是 不是 就是房仲他會 Maybe他賣一千二嘛 他就是 我就是一個底價 說你的房子有人要買 我說這麼快 心理準備還沒做好 他說 我跟你講 我們那一招就是 讓人家覺得你這個房子 很搶手 所以 馬上有人要下斡旋了 要不要賣 我心想說 這個機會 因為我那個房子 買了三百多萬而已 對 那我這樣賺 算多了吧 對 而且也擺了 三百多然後一千一賣掉 但是我有貸款 算算利息四百萬 不是 你是問 算算利息也要四百萬嘛 對 四百多啦 對啦 那反正總而言之 就是我最後把它賣掉了 那我媽上來的時候 我說媽我賣掉了 我媽是崩潰 我媽就覺得 你把它賣掉了 我都還沒有 怎樣怎樣 那我媽就一把鼻涕 一把淚這樣子 媽媽是一個勾梯起來嗎 媽媽昨天 沒有一個通人的 所以速度比較慢 晚上你如果一個高級 就有 一個高級生子 一個通人 對 我媽媽就說 這個家是他什麼 一手建立啦 然後說什麼 這個 因為他也住了一陣子嘛 然後常常就是 他上來台北的時候 他就有地方可以住 因為他就覺得 你現在住的房子 名字是你老婆的啊 我現在去你家 我就 他就有那種心態 當時啦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跟我太太結婚也沒幾年嘛 所以我媽在那邊哭啊 哭了 就坐在沙發 我們那個舅 我那個房子的沙發 一邊哭 我心裡想說 你怎麼都說不還錢 對 我跟你借錢 你也沒借錢對不對 我現在是我們頂母借完 我是賣賣金行人錢 我們不要欠人 我媽說 我也不說我不會借你啊 我心裡說 你給我考慮一下 賣錢 你的孩子 你這個個性就這樣 他哭 你哭 那我也哭 你也哭 我就哭給他看啊 你也哭 對啊 我媽哭我就哭給他看 看誰會哭啊 賣家賺多少錢 你還要死 沒有 太像你賺錢 這那個我有買別的房子 我必須賣掉它去 我懂啦 我是說你買四百多萬 你賣一千億 你不賺很多錢嗎 我媽昨天有告訴我 你可能可以賣一千兩百萬 你去給我騙了 他的心態是怎樣 相信兒子 兒子都三十八了 是 所以他哭我也哭嘛 那就哭一哭後來 兩個就 就累了 就累了 真的假的 沒錯 所以每個人的哭到哪裡 怎麼辦 像你說就累了 沒有 因為我媽其實是很可愛的 她只是怕我被騙 我說不會啦 媽 你不要這樣想 那後來就是 我就帶她去吃個飯 然後聊一聊 我媽說好啦 這樣也好 哄一哄 就是哄一哄她 那她就好了 那媽媽是會進化的 我媽現在就很OK 那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分享